各位情人们好,我是肖肖 今天这盘残局呢,比较的有意思 这盘残局可以说是打破以往的一些规则 以往我们下棋战场情况下来说 可以说,谁先抢到先手,那么谁赢的几率呢,就比较大 这盘残局呢,就之前以往的先手来说是恰恰相反 谁先走,反而还赢不了棋 那先来看一下鸿开双方的一个局面 鸿方这里,棋子呢,只有双炮和五个兵 而鸿方这里,老帅没有办法走 黑方双军站住内岛左右是来不了 而双四呢,也是走不了 如果双四一走,那么黑方的马 几个竹也都能走了出来 而这两炮呢,更是不好走 因为两个炮随便走两个炮 那黑方的双鞠双炮可都走了出来 那双鞠双炮一走这个棋 黑方肯定是必胜棋 因为黑方的指令呢,是比红方要强势得多 而且更具有一些攻击性 双兵暂时是没法走 因为你走也只是说走个险起 攻呢是攻不了 那黑方这里同样 黑方现在虽然说有马,还有五个竹 还有双鞠双炮,还有四项拳 但是,马,只要黑方的四 只要红方的四不走 那他的马呢,也走不了 而这四个竹拼成一排 已经到底,完全走不了 等于说,这一马和四竹 是固定的走不了的 而黑方的双鞠双炮 被红方的双炮拉住 谁也走不了 走谁就打老将 黑方双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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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说走行 还不能走得太久 走得太久 他这边可就过了河 那你黑方就比较危险 双四走不了 双四想要走的话 那必须得把马走开 马一上来就可以拱 这边同样 老将也没法走 老将要走 必须得把四马给他走开才能走 所以这个旗 虽然说指令呢 都比较多 但是都是双方相互的签字 那这个旗我们先看一下 红方先行 红方如果说地不起进兵 黑方就落下 这事好了 红方的炮特地是走不了 你如果说再想着先进个兵 不给他走中兵 不给他走中兵的机会 那他就不走 同样 黑方现在是 如果他会下 我们这里再进兵 这黑方双向 谁都来不了 如果他上向 我们一进兵一拱 再一步两步三步 就能叫杀 那如果他落下的话 红方同样有进兵 这黑方现在双向走不了 竹呢也没办法走 那唯有一步 就是走马 上马 如果他上这边跑 兵可以做掉 也可以不做 如果给他做掉 那黑方这里就落实 一落实 红方自然是要赶紧平兵过来 因为如果不平兵过来 再卡入老将 那他等他老将一退 那狙炮等于说就散架 那这个棋 黑方这里可以说是 稳赢的棋 现在 红方平兵 黑方也只能说是 再上市 就算你再平兵 他再落实 等你再过来再平兵 他仍然是上市 刚好现在轮到你 红方走起 那你红方如果兵一走开 他又能落实 如果你再过来 他又能上市 所以再来 你这个棋 也只说是 从一盘合棋 谁也赢不了 双方自此 就在这个棋盘上 磨住了棋盘 那如果红方这里 有一部顿挫的棋 或者说 他可以少走一步棋 等你落实以后 那你这个兵 这里 就算你可以给他做了以后呢 给他拱掉 那还要放这里 一上市 你在一群中 等他市 落回来 然后你再做 那这个棋就是五赢 但是局面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红方始终是 动不了他的一个市 等你刚好过来的时候 他又 可以上来 他又可以走台 等你再过来的时候 他又可以走台 那如果开局 开局我们不是这样的走法 而是换了一种招式呢 刚刚的走法走下来 红开双方 只能成何起 那如果开局 开放这里先 上了一步嘛 红方这里现在是 如果开局是轮到黑方先行的话 而红方走后手 那这个棋 红方可以说是尾银的棋 因为刚刚就是因为少了那么一步棋 一步棋就差 那就从 银棋变成何棋 那如果先行是黑方先行 那这个棋 红方也就是尾银的棋 如果黑方开局 他这里是不管 他是走向还是 进中兵 还是走马 那么结果呢 也都是一样 只要你黑方先走 好那红方可就赢 哪怕你开局先走了一步马 红方都可以先不管你 如果你到马上这边呢 同样的他也可以不管你 因为你过来 也还是卡死了 这边呢 同样的道理 红方不管 直接 进兵 或者说是进中兵 都可以 黑方这里进中兵走不了 只能说是走向 或者说走势 哪怕你现在走势吧 红方就平静过来 红方就平静过来 你现在还是赶紧走 你老将仍然是退不了 只能再走势 那你现在 如果说上势 红方呢 就也先不管 而是进兵 而是进兵 如果你的相现在 你再不走向的话 他这里一拱一过来 一步两步三步 这个骑就要杀老将 所以你的相呢 自然也得给他管上 回边上 你再过来可以你向掉 那同样 红方就要再进兵 只能再回边上 现在 该红方走起 红方这里就可以 平兵 先把他的马呢 给他做掉 拱掉 现在该黑方走起 黑方一落势 红方平兵过来 黑方只能说 再上势 再平兵 当好就到位 所以黑方这里落势 红方呢 肯定得拱掉 完了以后 现在黑方的骑是 没有办法做其他的 走向一拱 中兵一进 那我也一进 一拱一做 马上也能叫杀 只能说是再上势 然后红方的兵 刚好呢 就做到了王位 等你在落势的时候 他就可以给你做掉 就算你死得重烈一点 你落 你过 老将 仍然是走不了 现在的局面 也就等于说 你黑方 只能说是 白兽相 或者白兽族 但是不管你说哪一个 只要红方的兵 过了一个 那红方这个骑都是稳赢 所以这盘骑的残局呢 就是颠覆了以往 我们对象棋的一种概念 我们在平常高手中的对决当中 只要是谁先抢到选手 那么谁就有赢棋的可能 而这盘骑 就是不能走快 一走快呢 反而还败 好 今天这盘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学生观看